好 收看TVBS国际plus直播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我是主持人吴舒瑞 今天在跟大家聊聊议题之前 我们先来一起关心今年第二号台风马蛙 它已经是我们今年第一个强烈台风了 那么在星期二晚上的时候 它还一度出现了台风眼 但是呢在星期三一整天 它还在进行眼墙重置当中 就代表说它还持续的正在增强正在盘整 那么预计在星期五星期六的时候 它还会持续的变胖长大 所以说它呢现在在海洋热含量比较高的区域 未来还会持续的增强当中 那么从这一个路径的潜视路径图上可以发现 它是往菲律宾东方海面的方向前进 但是在星期天还有下星期一的时候 预计就会开始北转 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台湾呢 现在呢有三个路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而这三个路径呢 主要就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一个强弱影响 我们先来看这个红色的区域哦 如果说太平洋高压它东退的比较快 或者是它比较弱的话 也许这个台风呢 它就会沿着这条红色的虚线 在我们东部的远洋就会北转了 那么如此一来呢 它对我们的天气当然就比较不会造成影响 再来如果说在太平洋高压 它是比较天强的一个状况 底下我们看黑色这一条线哦 它可能就会沿着黑色的虚线 然后到我们东部近海的地方才北转 哇那大家就可以知道说 在这样子的一个天气状况底下 就会对我们的天气造成影响了 再来还有一个可能性是 我们看看如果太平洋高压非常的强哦 它的高压级延伸到了台湾这个地方 那我们就可以看看 也许它有可能就会走的是 巴士海峡的这个位置 不过呢到底哪一个路线比较有可能 我们就带你来看到的是目前各国的一个模拟路径 它们预估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但是呢还有大家非常关注的欧洲模式哦 欧洲模式是认为说它会在比较早的地方就会北转 那么包含美国相对也是 可是像是英国啦还有美国海军就认为它有不排除 可能会通过巴士海峡来到我们比较南边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目前来看哦 因为呢太平洋高压什么时候东退 它是强弱都很难掌握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目前马蛙台风 它还有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 不过可以知道的是在下周二下周三的时候 马蛙台风距离我们相对来说最近的 而且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到时候啊天气上可能也会变得比较 呃有一些受到影响哦 尤其是它呢外围的风暴会造成我们沿海地区 比如说会有一些长浪或者是有比较明显的浪高 所以说这个周末会建议观众朋友不要到海边细水哦 否则可能是会有一些危险性的 那么接下来谈完了马蛙台风之后呢 我们要带你来回到今天的国际plus环保气候一题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包含像是 哎如果这个蜜蜂灭绝的话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还有现在要推动永续会有什么状况是 大家要特别留意的有哪一些的 比如说瓶颈啊或许是一些企业他们要想办法去解决的 那我们今天还是邀请到丽君来跟我们一起加入讨论 丽君你好 书惟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在讨论之前我们要先跟丽君一起来看这一则报导 是全球石化燃料市占第二的可牌公司 周二呢他们举行了股东大会 可是在股东会上却被一百多名的气候人士给抗议 导致这场股东会是被迫暂停了一个钟头 董事长McKenzie开场白奖一半没想到却有气候团体到场共襄胜举 台下这十几个人突然高举标语抗议还试图冲上台理论 宝权立刻上前保护公司高层动手把示威者驾离现场 气候人士闹场让可牌股东会中断了一个小时才恢复进行 只是示威者继续在场外怒吼 气候团体不止在可牌股东会表达诉求 还有人跑到伦敦街头拉布条封锁桥梁 只是这一招倒是惹恼伦敦的用路人 他们动手推示威者被警方扭送法办 气候人士抗议越来越激烈 全是因为新研究发现 到了2030年全球20亿人口将面临年均温设施29度的高温环境 气候大使凯瑞警告如果人类再不减碳 气候灾难越来越失控 恐怕夺走的性命比战争还多 Tubition上我们到 好ESG非常重要 我们要首先带大家来聊聊 在企业端呢 ESG现在可能面临哪一些的难题 首先来看 这是Google Cloud的一个调查发现 他们调查了全球16个国家 1476位的高阶主管 来问问他们说 在推动这个永续的时候遇到了什么难题 那么他们就说啊 因为企业的资源减少 还有整体的经济环境啊 外部压力的影响之下 所以当他们想要推动这个永续的时候 资金变少了 想推也推不动 那么甚至呢 有一些主管他们说啊 这种永续推动变得更不可控制了 执行力成为他们现在永续发展的一个新瓶颈 那么可是就有一些人认为说 你不趁现在赶快来推永续 你可能会后悔哦 因为呢 有高达8成5的高阶主管认为 客户偏向跟永续品牌往来跟交易 可是呢 他们又面临另一个难题啦 因为有7成8的高阶主管 他必须呢 要用比过去更少的资金 实现永续发展的目标 可是我们来看这个数字哦 真的都很高 也很矛盾 那么台湾呢 台湾的部分呢 他们认为哦 这个数字来到了8成9 而另外呢 很多人认为说 要用比过去更少的资金 实现永续发展的目标 大概数字也差不多 是在75% 可是除了我刚刚提到 这个难题之外 他还有另一个难题 让他们很难去 呃 伸张 很难去好好的推动永续 为什么 对 因为他们的第二个难题呢 就是想推动永续发展 不过却没有人知道 确切的做法 这样子就高达了7成2 而且比上一次呢 还提高了7% 另外呢 这个确切做法就表示 其实很多人都是缺乏 像是工具啊 或是没有一些专业的人才 的这一方面 所以就变成企业都说 其实很需要的是 完善的一个架构 在找专门的人才 而另外呢 其实像是 现在很多人都在讲 这个企业嫖绿 或者是绿色骗局 这个议题呢 其实很多像是 有将近59%的 全球高阶主管呢 曾经是夸大 永续的努力成果 而如果在台湾的话 大概是占了60% 其实这个数字都是超过一半 很高 对 等于是说 其实像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变成 一定要有一些专门的人才 或者是 应该要有一个 比较完善的一个制度 才可以减少这种企业嫖绿啊 或者是绿色骗局的发生 因为另外还有一个调查 就是说将近93%的台湾高阶主管呢 他是认为永续是不该 就是用公关宣传 而这样子的一个调查 其实也高于全球 他认为不应该用公关宣传 全球平均呢 是88% 是 这个数字看起来都很高哦 不过刚刚有提到这种 找专门人才啊 就也有主管认为说 要推动永续第一步 应该要找这种 比较指派主管 你当一个专责的部门 或者是他可以有底下的人 专门的人才来进行实践 这才是第一步吧 那么另外除了企业 他们有提出他们的困难之外 我们也来看看 政府现在呢 也加强力道 可能会让企业更哀鸿遍野哦 我们来看到的是 政府现在打算要征收碳费了 就主要为2050年的 净零碳牌超前部署 这个呢 是在4月22号 世界地球日的时候 我们把气候局更改为 气候变迁署 那么呢 原本哦 他们正值加特约 大概是48人 接下来核定之后 他们的人员要扩增到65人 就是要来拼净零碳牌 那么呢 在这个气候变迁署要做哪些事情 几个比较重要的核心目标 第一个像是要筹备修正盘查的登录作业啊 还要查验认证机构管理 以及自主或者是这种自愿减量产品碳足迹等等 最重要的就是他们预计在2024的下半年就要来征收碳费了 这样子比较重要的一共有12个子法 可是当然很多企业最关键的最关注的就是征收碳费啊 因为这个关乎到他们要缴纳出来的钱 可是呢 借一个征收碳费 他打算怎么做是马上一步到位吗 还是他们要慢慢进行 其实因为现在他们整个就是改成气候变迁署啊 就是整个组织改造是一步到位 也避免这个整个部门组织的变动 而且2050年净零碳费的目标呢 也已经入罚了 所以这个碳费呢 其实就是征收嘛 然后他其实要用来的是经济手段 并非是财政的工具 另外目的呢 也是要促使这个减量 实质的减量 才可以达到这个碳费征收的一个目的 像是环保署长张子敬 他就说2024年上半年就会进行讨论 预计下半年呢就会开始来征收 那主要就是希望刚刚讲到这些 可能目标目的呢 都可以开始慢慢的来落实 是是要推动没错 不过目前看起来哦 要征收多少钱还没有一个定论 可能也会让一些企业觉得 哎有点七上八下的 但是除了企业端这边 包含到政府端这边 还有我们来看看 在教育端这边可以做些什么 这个是台大的很可爱的名字 叫创创中心哦 他们提供学生职涯的一个探索 为什么要透过这样子的探索 来培育永续人才呢 因为他们就发现说 现在啊很多这种网络啊 已经很多这种资讯爆炸的时代 我们要找到一些讯息 在网络上非常容易 可是你讯息越多反而哦 他们发现学生更焦虑了 因为呢他们就是想说 那我要赶快这个也修 那个也修 结果把自己搞得非常累又非常麻烦 所以说他们认为 现在学生缺的是这种要花时间 思考他职涯的方向 而不是看到 哎这个黑影就开枪 觉得哎现在时下流行什么 我就要去学什么 结果到头来反而累垮的是自己 所以说避免学生有这种迷惘啦 挫折没有安全感的一个状况 他们创创中心呢 也成立一个平台 希望可以串流整个校内外的 新创生态的这个资源 等于是说 现在外面好多好多各种不同的资讯 我帮你整合好 然后我帮你就是安排好 你可以来看看 我们帮你整理好的这个资讯 好像就不会那么焦虑了 那么要请丽君再告诉我们一下说 这个创创平台呢 他做了哪些事情 有哪些是他有帮助学生来探索 他们对于职业发展的一个部分 是可以看到 他们从2022年开始呢 台大创创中心 他其实就有一个创新创业加年华 就包含了像是40家的新创企业真才 其中还包含像是科技业 就是华硕 或者是一些新创公司 像是一些绿藤生机等等 都有加入到这个来企业真才里面 那另外呢 还有开设像是创业课程 还有学程 里头有包含像是企业的老板 或者是台大教授叶秉成 其实都来这边开课 一起来讨论说 到底要怎么做出一个 可能帮助学生的职业发展 或是创业上的一个规划 所以他在学生学习创新创业这一块呢 也投注了非常多的一个心血跟课程 另外呢 像是在探索职业 他主要可以了解企业端的需求 其实这个就需要学校跟企业一起共同合作 因为不只是让学生在这个学校里面学到专业领域 专业知识之外 其实也要结合到企业端才可以有一些实质 比较实际操作的一个面向 所以这个创业加年华呢 其实里面有包含像是企业教授 还有整个是产学做一个合作 是没有错 这样才不会毕业及失业 但知道企业需要什么之后 他也比较有一个方向 知道自己敢往哪边努力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包含这个政府现在要努力 而且也希望这种一步到位的推动要来征收探费 然后还有学生这边也要开始来培育一些永续人才 这都在在显示了我们现在 真的不能 就是不能再轻忽 现在面临这种气候变迁造成的一个危机了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的是 在2020年一直到去年为止 大家可能都有常常听到反圣音 这三个字 但是呢 从今年开始 反圣音虽然已经结束了 但是专家学者认为 现在好像 圣音现象慢慢的要开始起来了 所以要帮您了解一下 反圣音跟圣音现象会为我们的台湾 或者是为我们的全球带来哪一些的变动哦 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反圣音现象 它其实会让我们全球的温度降的比较低 所以或许有些人会觉得在过去几年的冬天 好像比较变冷一点 可是呢 它除了温度降低之外 我们也可以发现在像是美国西南部啦 还有南美洲西岸 它是造成异常的一个干燥 甚至引发了干旱 可是反倒是像是澳洲哦 印尼大马这些地方 异常的降雨量呢 让他们频繁的出现了水灾 所以说呢 经济学人就说 这种横花北半球三个冬季 不寻常的反圣音现象 一直到2023年 它正在减弱 全球呢 现在可能已经开始出现圣音现象了 那这个圣音现象 其实我们要担心的哦 是温度的问题 对不对 对 因为其实圣音现象呢 很可能会带来就是更高温的一个气候状态 因为圣音现象 它就是沿着赤道吹拂的东风变弱了 所以导致整个海洋温度升高 那可能会导致更剧烈的一个热浪 或者是干旱野火这些都有可能会再发生 像是东非呢 可能会影响的话 就是会更潮湿 而在澳洲东部呢 可能会变得更干燥 而且专家都有说 这是圣音现象的话 可能会让气候变迁情况会更加恶化 就专家就预估了 5到7月发生圣音现象的可能性呢 是高达了62% 所以其实它现在这个阶段已经慢慢 很可能已经从反圣音 开始在转化成为圣音现象 而现在而且其中可以看到 2016年的圣音现象 是有记录以来的最热 因为海洋的热含量呢 2022年是创了历史的新高 那很多专家都说 今年如果是圣音年的话 今年跟明年的话 温度可能会突破一个记录 就是可能会突破2016年的记录 或者是更高一个状况 所以圣音现象加上 我们自己燃烧的一个化石燃料啊 其实会导致整个温度上升的状况 会更加剧烈 或许说这是全球的一个部分 但是如果我们看看台湾哦 今年比较特别是光在5月 台南呢就有靠近山区的平地 飙迫了40度 才5月过去可能会觉得 应该是7月8月的时候 才有机会出现这种极端高温 但是今年呢 这样子的一个数字 让大家非常的担心哦 上市立军也有做了专题报道 就说台湾虽然是这种 四面环海的海岛国家 比较不容易出现热浪 但是呢 接下来这种38 39 40度的极端高温 好像越来越容易出现了 所以说有一些的这种热伤害啦 大家还是要继续严防 我们一起来看丽君的专题报道 种植蔬菜的部分来讲的话 在一个温控的水分跟控制 温度的部分都很难拿捏 烧伤的部分 其实这样子基本上就是属于高温 高湿 它整个的页面整个就坏掉了 一进到温室 满满的日本芥菜 但当中却有些已经枯死 而且还是严重晒伤 正是因为5月开始就已经创高温 我记得在2016那一年的话 那个高温期非常的高温 所以那个高温的情况之下 其实在我们的作物来讲的话 我们种植野菜的作物 那时候我的笋 就是整个晒伤的现象 大概达到30% 因为在夏天的话 它的高温 越没有纤维的东西 反正越高温的情况下 它晒伤 烫伤 以及热障碍的情况下 会更难种植 会产生它的页面会有烧伤的现象 还有夏季盛产的白菜品种 也因为太过高温 叶片都有受损 如何因应气候冲击 农民们也得事先做好应对措施 这片种植的是空心菜 属于夏天的叶菜 不过近几年温度都非常的高 而且今年还是盛一年 很多专家预估气温还会突破以往 现在农民都很怕这些蔬菜晒伤 所以在这个温室里面 都炸有这样子的黑网 还有洒水系统来防止这些蔬菜受到伤害 在夏天这么高温的情况之下 靠着这种的大型的那种风扇 来做一个风的老流之后 那我们在洒水的时候 它的温度自然就会降得比较快 设置温室栽种有机蔬菜 这些降温设备越来越重要 尤其近几年极端气候冲击 夏天高温 温室的温度可能飙迫50度 只能想尽办法来降温 而这样的情况在未来恐怕只会多 不会少 今年现在才只是到三月 其实还没有开始有圣阴现象 只是反圣阴现象不见了 只是反圣阴那个比较冷的 冷海水不见了 那我们的全球平均温度 已经很明显的升高了 三月份的记录 全球平均温度是史上第二高 只比那个记录是2016年 那个是很强的圣阴年 那一年的记录我们还没有超越 但是这个趋势我们已经看到了 所以今年就会热起来 明年如果没有很明显的 往反圣阴再回来 而是在圣阴年的持续 或者说甚至只是回到正常年 明年的平均温度都可能会非常高 根据统计 三月的平均温度 已经仅次于2016年的温度 同样都是圣阴年 有望再突破高温记录 光是以今年五月来看 台南市北辽已经出现40.1度 不仅创下当地最高温记录 也是扣掉焚风造成的高温外 首度突破40度 这个五月出现40度的确是少见 出现过几次40度了 大概都是焚风 所以是在台东那一边 那我们台湾因为是海岛 我们不排除一些少数车站 可能超越40度 但是基本上来讲 海岛型气候就是会比较稳定一点 所以我们最近几年 我们听到热热热浪 那其实在背景这个震温实在太明显了 实在各地都有一些热烂发生 但是如果有升一年的话 可能更多极端的天气会出现 不止台湾不少亚洲国家 也难逃酷热浪潮 菲律宾五月就有八地区 体感温度达到危险级 等于是42度到51度之间 还有越南清化城也测出44.2度 创下有史以来最高温记录 本来四五月就是南亚和东南亚最热时期 再加上声音现象 恐怕整个北半球都会更至热 其实在这个四月底到五月的时候 刚好整个中南半岛到菲律宾 刚好有一个叫做 我们叫做南亚高压 它的盘距 所以现在为止呢 这个南亚高压的势力还蛮强的 那这个高压之下呢 其实天气就会比较稳定 也会比较早热 不是什么声音的因素 因为声音现在是 海水现在是中性当中 正在发展当中 尽管台湾属于海岛型气候 发生热浪的几率相对小 但面临剩一年来临 防范极端高温威胁 不可轻忽 TV月新闻 于兴汉刘一军 台北桃园采访我们到 好可是温度上升的话 我们就要来担心了 这个冰川融化的时间 会不会更快更加速呢 我们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时候 在2021年8月的时候 北极圈出现了一个奇观 这里不是下雪哦 竟然是下雨 就可以知道这边的温度有多高了 这个历史性的大雨啊 让好多专家学者都担心到一个不行 那么另外呢 还有这个团队发现说 这个是世界最大冰川之一叫做 伊鲁利萨特冰霞湾哦 他是平均一秒就有1万顿的熔冰流入海 就是当我们现在每分每秒在讲话啊 时间在流逝的时候 他的这个熔冰哦 一直在流入海当中 那么呢 这个NASA就说 如果这个冰盖完全消融的话 海平面就会上升4.7公尺 这非常的惊人 它会有两个状况 一个是影响全球四成的沿海人口 还有包含台北纽约都会被淹没 所以说一旦呢 这个冰川呢 这个冰盖消融的话 恐怕好多好多个城市 好多个地区 都要面临非常严峻的一个灾难了 所以说在这个影片播出的时候呢 包含玉山银行董事长黄南洲 他有参与并且看这个纪录片 他就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执行气候环境教育 企业除了追求EPS的获利之外呢 也不要忘记了 追求ESG 两两相成哦 才是真正的一个永续 也就是说不能为了利益 而抛弃了我们的永续 但是在永续的前提之下 也不能忘记有获利 这样子才有办法维持下去 那么也再请丽君带我们来看到 这个气候变迁 可能会为当地的居民带来哪一些 我们必须要知道的灾害呢 对因为刚刚讲到这个北极圈的奇观 其实整个气候变迁是影响到 当地居民的一个生活 像是大量的降雨呢 其实会导致他们路面破坏 还有土质崩塌房屋下陷等等 而另外呢还有影响到他们的生计 因为在这个过去 他们整年都能够出海去捕鱼 不过2022年异常的寒冷 所以他们其实是被迫留案休息三个月 就等于他们是没有办法捕鱼的 他们生计就会受到影响 而这个打乱他们整个狩猎捕鱼的一个时辰 另外呢还有这个当地居民就是非常仰赖 就是雪橇 雪橇犬呢也成为气候的受害者了 因为过往呢这个雪橇犬呢 他其实都不管是在观光啊 或者是当地居民的生活需求都是需要他的 但因为现在暖化的状况越来越严重 所以他也渐渐的失业了 所以还遭到了一个安乐死的一个情形 所以30年来数量已经减少一半 他们从过去的一万五千只 已经减少到现在剩下八千只 所以整个是几乎是最减的 所以整个气候变迁呢 也导致他们当地居民的生活形态呢 都在转变 所以这隔离南部的居民 不过却是从中受益的 因为这个当下就是整个气候变迁 但是他们现在的渔获啊或者是蔬菜啊 或者是这个粮食牲畜等等 他都有因为暖化而增加 因为他们就现在比较暖了 所以还可以来种植一些农作物 所以这导致这个气候变迁也影响到 他们的整个生活形态的转变 好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气候变迁底下 当这一个冰川融化的时候 带来的代价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刚刚看完是我们住的一个危机 还有就是海平面上升的危机 接着要带你来看到的可能是粮食危机 这跟这个蜜蜂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曾经有人说过 这个蜜蜂一旦消失的话 可能人类只剩4年的寿命 虽然这句话一直没有被证实 但是呢可以知道 这个蜜蜂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如果蜜蜂一旦灭绝的话 可能会导致我们生态系 有巨大的一个冲击跟影响 可是为什么这件事情 现在被拿出来讨论呢 英国联合国的这个粮食跟农业组织 他们就说全世界一共有100种作物 提供人类超过9成的植物 可是其中就有多达71种 是必须由蜜蜂受粉的 那么在欧洲就有264种的作物 还有4000种的植物 当中百分之超过8成的比例呢 是需要靠蜜蜂来帮忙受粉 才可以继续的繁衍下去 可是现在蜜蜂的数量 却逐渐的消失当中 因为呢他们找到几个原因 第一个农药 比如说用这种烟茧类的 沙虫剂啦 除草剂啦 就是会直接的侵害到蜜蜂 他们的一个生存 还有气候变化也是 因为暖化的关系 所以植物有时候 开花的数量就减少 甚至不开了 以及乱开也有可能 都会影响到他们这样子 蜜蚀或受粉的状况 还有当然环境破坏也是 工业地的一个开发 所以说很多植物啊 它的漆地都被砍伐掉 没有办法种花种树 他们的食物来源就会变少了 再来就是一些疾病 比如说他们会感染寄生虫啦 还有病原体等等 所以这四大的原因呢 都是蜜蜂现在逐渐消失的一个原因 但是呢 如果说这个蜜蜂消失的话 会为我们的生态带来怎样的冲击 因为如果蜜蜂消失的话 其实很多部分植物 是完全由特定的蜜蜂来受粉 其实像是兰花 有某一种品种兰花 也是需要完全靠蜜蜂来受粉 所以只要这个整个蜜蜂 其实如果灭绝的话 整个生态期一定会受到一些影响 如果没有人为来干预的话 就会死亡 另外呢 还有改变这个植物的栖息地 也会影响到整个的食物链 因为即便有一些可能 植物是不需要蜜蜂来受粉 但是整个只要有一项的植物呢 受到这个蜜蜂影响 而死亡的话 其实整个生态 或是食物链都会因此改变 另外呢 虽然我们人类吃的食物 大部分呢 是仰赖就是可能蜂的一个传播 但是有一些还是会用这个蜜蜂来受粉 像是一些樱桃 或者是蓝莓等等 其实都是靠蜜蜂来受粉 只要一项 其实还是会影响到我们整体 对 整体的一个生态 一个食物链的一个关系 所以如果蜜蜂消失 将改变人类的食物系统 如果没有蜜蜂的话 就无法大规模的种植一些蔬果 那其实现在大家在说 那如何来拯救这些蜜蜂 很多方式其实蛮简单的 像是可以种更多的花 或者是支持蜜蜂保护工作 还有避免使用过度的农药 像刚刚讲到 其实农药会造成蜜蜂 大量死亡的一个原因 那另外呢 还要支持当地的养蜂人 其实因为现在也已经有越来越多 像是养蜂人 或是不然在都市的这种养蜂的 这个养蜂人 都有慢慢的在出现 其实这些都是需要靠大家一起来维持 好 确实 不要小看这个蜜蜂 它那么微小 它其实对我们的整个生态 甚至是人类的生存 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力 那么谈完了今天的一个 环保汽油话题之后 今天也谢谢丽君带来的解说跟分析 那么相关的话题 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周三同一时间再会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